为了解决博马国小操场的重建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以及内任委员会 来到学校视察并听取简报 了解目前操场重建此是未能进行所遇到的瓶颈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操场规划 有两笔是要跟第三河川局做 河川土地使用的申请 OK的话 那后续我们就要跟三川局做 像销布块的钓送填土这部分 才能做后续的一个规划 那希望规划好之后的经费这部分 就真的希望我们的委员 还有我们的国教署这部分可以做帮忙 那我们也看到他们非常努力的 在解决土地使用的问题 那如果土地使用的问题解决之后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 希望中央能够帮忙地方政府一起 能够让博马的这个运动的空间 运动的设施能够完整 也让部落跟地方的附近的小学 能够一起共用 博马国小原有的操场 在93年遭爱立台风冲毁后 重建工作就一直为着用地取得问题 延当至今已有13年 虽然目前已确定重建基地 在大恩西旁临近提防的空地 但空地上仍有三河局放置的 销坡块需要移除 以及填土加高地基的经费人无着落 前来视察的立委就表示 愿意为学校争取最大资源 那我们看到说其实不只是学校的运动场 只可以结合 不管是教会也好 还是社区也好 还有部落的一些民众都可以一起来 还是部落的祭典都可以共同来用这样子的操场 从土地的索取 还有经费的争取 我觉得说中央跟地方可以一起来 博马国小操场重建枯等13年 必把月两个委员会同时前来关切 就希望把这丁门一脚给补上 好让事情早日圆满落幕 原是新闻NO台中和平 超访报导